她说她要用锅煮鸡蛋 哎呀妈呀 但是我觉得那个锅煮不了 喂那次买了那个土鸡蛋 她居然只有7天的保质鞋 7日代食 7日代食 我说那几天我老是拉西呢 没事别吃 不能吃啊 可以吃 她说7天就是7天 这鸡蛋还有这个饺子吗 嗯 你按照别人的保质器来 你别自己乱 不服啊 还挺便宜的 这这 这没关系吧 这没关系吧 听话你别吃 这没关系了 别吃了 你记得咱们每次煮泡面的时候 它都有点腥了 很腥了 很腥了 别吃了 你听话真的别吃了 那你先分享一下 我把那10个鸡蛋 再拿5个放回冰箱里 我今天晚上先吃5个 那天地震的时候 我们俩在睡觉 星星在外面看电视睡着了 我在屋里睡着 然后我都没试着 然后星星进来狂叫我 说让我赶紧跑 然后我就试着 整个楼都在晃 好恐怖 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地震 我也是第一次经历地震 我之前只在那种自媒体 就是在那个抖音里刷到过 然后我们俩那天是真的 这个屋子都在晃 然后星星 然后我们俩说 就钻到那个桌子底下 然后星星说 那个桌子还没有我结实呢 我当时一瞬间脑子里想的 全都是生老病死 全都是回忆 然后想的是这辈子 就是有没有对得起父母 这辈子有没有对得起自己 这辈子怎么办 我是否该和我爱的人死在一起 但是满脑子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我们家只有一个地方是露天的 就是那个外面 然后我说咱们站在那个外面 实在不行还能跳下去 然后后来我们俩是坐电梯下去的 因为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已经不晃了 所有人都在坐电梯下去 整个小区全都是人 地下 太恐怖了 你能感觉到整个楼都在晃 就是楼是这样晃的 然后你站在家里 你不知所措 然后整个人特别的害怕 你怎么看了我们俩人的直播 你就说我们俩不怎么样 我们俩为什么不怎么样 可能只是说的咱们某一个人 我们俩人 我们俩人抗力 抗力议题 就是你说某一个人 就是说我们俩 因为物以类聚 人以全分 你不能因为看我们俩直播 说两句话 你就说我们俩人不行 我们俩人都很好 对 卫生间是最安全的 后来我知道卫生间是最安全的 我觉得我变好看了 人如果不会抑郁的话 然后可以睡得着觉 就会很好看 然后今天我们俩在底下锻炼 星星在底下锻炼 我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成都地震了 你没事吧 我说昨天就已经震完了 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聊 我姐让我不要留在成都 我妈今天发消息 咱妈发消息说不要留在成都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都快吓死了 我缓了两个小时我才缓过来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情况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时候还挺吓人的 理解不了当时那种心情 其实我们的妈妈 她们没有经历过地震 她们也理解不了那种恐惧 她们只知道 反正就害怕我们死掉了 她也就觉得让我们回家比较好 不过昨天咱们俩谁都不是咱俩跑的时候 都没有拿家里的任何东西 就是我们家有很多贵重的东西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拿 像我的相机就挺贵重的 它就在那个地上 我都没有拿它 那我当时就想着 咱俩跑了就行了吧 还管那些东西呢 我连手机都没拿 为什么会有一个长头发 我今天睡觉起来 还发现我那个地方有根长头发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别吓我 他说这个屋子还有别人 我们两天把门都反锁三层 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方 它不是露天的吗 然后那个门就很关不严 然后这个门又是没有锁的 我每天晚上都会觉得有个人从楼上 跳到我们这一层 然后就来进来 我每天晚上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检查 咱们的那个阳台的门 但那个门很不严 我感觉一脚都拆开 拆开就会有声音啊 因为它是玻璃的 有声音 但是万一他拿着一个两米长大刀进来了呢 哎呦 去 去 去去 它就碎了 你都是我给归一下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个尿净 我绝对不会给他下跪 因为下跪是没有用的 这种情况一定要反抗 我和你就不一样了 你会干什么 他又不是给你脱衣服有什么用 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拿着砍刀准备杀了我们的手上比我还变态 算了 走了 我想到昨天迪士尼在跑 昨天笑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脚上会有肝纹 你给我滚 你有病吗 你说我有病 我说我的 你看 在哪 这 你滚 说我脚上有肝纹 我说我的 我手上有肝纹 你看 没有说你 我手上有肝纹 为什么你的手上有肝纹 野字是怎么用的 野字是怎么用的 为什么你的手上有肝纹 因为我脚上有肝纹 我真的是很烦你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饮料喝多了 别人都是喝水 就你爱喝饮料 我给饮料了 在这儿呢 别人是谁 我们俩那天去排队 就是我们俩 我们现在小区每天早上很早 就做那个 就搓喉咙 然后 我们在那排队 然后那个 掌管秩序的那个志愿者说 上网课的小学 上网课的学生可以往前走 不用排队 然后他就 他在我旁边 然后他又问我说 你是学生吗 我说不是 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说我怎么忘记告诉他 我马上是一个博士生 我当时很生气 我当时就 我说我不想学生吗 他说你不像 他说你像 他说你像混混 忘记说了 我当时就是一脸懵逼 我说我不是 好香啊 好香啊 我喷了 我喷了你送我的香水 就我 谢谢君君哥 我最便宜的一瓶香水 是我哥送我的 但那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一瓶 干嘛呀 我说那的是我最喜欢的一瓶 你那个韭菜味 你那个韭菜味 哦 我真浮了 某些小朋友 中午自己给自己下了一大碗酒 才叫水酒 哇你好香 可能是不是那你自己的身上的味 是吗 你是因为靠太近了 你也有我身上的味道 我昨天捉了好几根毛 你头发长得好快 我好像那个东西 哇他这个衣服好好看 还能扣起来 可以吗 哦 哎扣起来 扣紧一点 扣紧一点就很有那种商务女性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烦死了 你就脱我的钢子死 不行 我的脸和头 不会让别人摸的 虽然你是我们直播间的姐姐 但是我的脸也只可以让她浓 男人的头和脸都是 都 都 男人的头和脸都是 都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只能让我弄吗 你好了也太用力了吧 好玩吗 嗯 很好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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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别吃 哎呀不行我要拿出来 这个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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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咱们下了重新上一下 直播间被封掉了 我们俩好像也没干什么 直播间就被封掉了 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 我们一分钟就上播 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 没事 我倒是没被吓得半死 你竟然叫我的时候 我被吓得半死 就是当时出现那一刻的时候 我满脑子就全是生老病死 我们跑出去了 不只是跑出去了 还是从电梯跑出去 因为我不敢坐楼梯 我怕黑 我老是觉得楼梯有鬼 哪有地震的时候坐电梯跑出去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干就会被提醒 然后提示直播间 直播间又被封了 他不是被封 提示直播间就是以线流 因为你们俩就是不适合 没干嘛呀 你们俩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俩一开始直播的时候很开心 然后我们俩还是抱在一起的 特别开心 然后后来被提醒了一次 我们就下播了重新上 然后我们俩离的距离就远了一些 我们这是第三次上播了 我都已经这样了 是不是因为今天有两段上热搜了 不知道 那我们就这么播吧 那我们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我也不管 我要去煮鸡蛋 去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